第十八集 一时间全场鸦雀无声 楚阳这一招大家都认得 只是一招普普通通的反手一剑五朵煤 乃是天外楼的入门剑法平平无奇 只是用来让门下弟子强身剑体打基础用的 但问题就是 这一剑拿捏的时机却实在是太好了 正在屈平跃起雷霆万军的下击之时 楚阳却到了他的身后 头也不回反手一剑五朵煤 就像是练剑的靶子一般 每一剑的落点都精准的如同教科书一般 楚阳身法轻盈占据先机 再加上动作迅速 他出剑正是近乎无声无息 常见于剑鞘摩擦 竟然只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响声 屈平根本没想到 这个声音竟然是长剑出鞘的声音 再者 当时他全部的精神和重心都集中在眼前 哪想到突然变起肘叶 敌人一刹那间到了身后啊 屈平大叫一声 拼命的扭转身体 向后支出了长剑 现在他已经不想取胜了 只想同归于尽 长剑如流光一闪而过 却没有射中目标 直直的飞进了紫竹林中 在场众人谁也没在意 长剑飞往何处 但是紫竹林之中的孔精峰 正看热闹看得爽呢 同时全神贯注的 在思索楚洋的惊鸿云雪布 竟然没来得及反应 长剑一闪就已经到了身前 只听见 啪的一声 正好穿透了长袍下摆 定在地上 孔精峰目瞪口呆的 看着胯下 紧紧露出了小半截闪亮的剑身 忍不住倒抽一口冷气 他眼珠子几乎掉到地上 额头上冷汗沉沉而出 刹那之间 背心也是一片冰凉 长剑就在两腿之间 距离男人要害之处 只有不到一指的距离 连内裤都穿透了 裤裆里那一团拼命的缩成一团 却还是感受到 长剑深深的寒意 孔精峰脸色煞白 终于忍不住低声说了一句 这真是老天保佑啊 楚阳身子一扭 闪过飞来长剑 惊鸿云雪布全力展开 闪电一般的欺净曲瓶 右拳突然泛起灰蒙蒙的阴寒雾气 带着彻骨的寒冷 闪电一般的拍在了曲瓶的后心 砰 结结实实的一炸 一击得手 一个悬身 他的身体已经站在三丈之外 这一掌击出的刹那间 紫竹林中三个人均是清晰的看到楚阳手掌上冒出的寒气 同时瞪大了眼睛 张大了嘴巴 险些惊呼出声 曲瓶 扑通一声 皮球一般的飞上半空 然后一团烂泥一般的摔落在地 大声的惨叫着 直腾的浑身都静振起来 在地上翻来滚去 腾得汗如雨下 他身在半空的时候 鲜血尚在喷洒而出 而落地的那一刻 他的身上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笼罩上了一层白霜 一股莫名的寒气 竟然将他的伤口凝结 血流不出 看着地上翻滚的曲瓶惨不忍睹的模样 刘云岩等人都是目瞪口呆 有一种做梦的感觉 谁也没想到 楚阳出剑竟然如此狠辣 后面那一掌无所谓 但前面这一剑 却等于是将曲瓶给废掉了 楚阳的脸上闪过一丝隐隐的笑容 出剑是迫于无奈 但是惊鸿云雪布和那一掌 却是别有用心 那步伐闪躲的是曲瓶 却是给暗中的某人看的 那一掌的目的 那蕴含着阴寒之气 更是直指七阴汇聚之地 七阴绝神掌 那是天外楼不传之命 也是威力最大的一套功法 历代掌门弟子进入七阴汇聚之地 最大的原因 就是利用七阴极度深寒 修炼这七阴绝神掌 楚阳打出这一掌 并不是攻击曲瓶 那时候的曲瓶 已经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 多打一掌又有何用 真正的原因 是告诉暗中的人 我比别人已经先行了一步 至于为何先行一步 楚阳相信这个问题 自己的师父孟超然 自然会给自己擦屁股 这一点他有绝对信心 楚阳 你好狠 刘云岩看着曲瓶痛苦地在地上扭曲 眼睛静挛了一下 随后他抬起头来看着楚阳咬牙切齿 对同门师兄弟 你竟然敢下如此毒手 楚阳嘲弄得撇了撇嘴 长剑斜指 剑尖之上一滴鲜血缓缓滴落 顺着他剑尖的方向看去 正是人事不知的石千山 众人顿时无语 曲瓶是同门师兄弟 难道石千山不是吗 他们可是先下毒手的 将石千山打成了那般模样 前车之剑就在这儿 又怎么能怪楚阳手辣呢 楚阳冷冷一笑 第一 是你们来到紫竹园脑市 而且没有师门授意 第二 是你们先打了我紫竹园的人 第三 事先大家都已经说得清清楚楚 我只是在帮曲师兄的忙 各位不会如此健忘吧 帮忙 看着血肉模糊 一条命去了半条的曲瓶 众人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 这帮忙有这么帮的吗 说句实话吧 对于前天李建银师兄的事情 我们师兄弟三人也是甚是内疚 楚阳长叹一声 所以呢 对于你们今天来 我们大师兄并没反抗 任由你们出气 也算是将那件事给你们一个交代 他恨铁不成钢的说道 但是这光棍打九九不打加一呀 你们实在不应该就在紫竹园如此闹事 如此的嚣张 试问 你们如此做 又将我紫竹园的威名置于何处 大家同门师兄弟 红花绿叶本是一家 你们又何苦如此的苦苦相逼啊 楚阳的神色竟然很悲愤起来 打了人也就罢了 可你们偏偏还要装成受害者 你 你们怎么会如此无耻啊 这句话一出 面前的众人都是瞠目结舌 几乎吐血 紫竹园里正在偷偷旁观的三个人 也顿时感到气血上冲 人居然能够无耻到这种地步 占了便宜还卖乖 也没这么卖的呀 你们看看 我的功夫已经轻松的战胜了屈平 那我大师兄石千山的功夫又该怎么样 他可是比我要强出好几倍啊 屈阳又是愤怒又是委屈 我大师兄的武功远远高于你们 但却毫不反抗的让你们出气 你们还想怎么样 难道非要杀人才行啊 这句话说出来 刘云衍等人看着已经昏迷不醒的石千山的眼神 顿时就多了几分忌惮 是啊 这师弟的功夫已经这样出神入化 作为大师兄的石千山 又岂能是弱者 看来这次争夺大师兄的位置 石千山这个人会成为大家的劲敌呀 这如今你们伤我一人 我也帮了你们一个大忙 虽然我们有些吃亏吧 但我却是以怨报德 再说呢 这同门师兄弟 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啊 我看这事不妨就这么算了吧 楚阳宽宏大量 看在二师伯的面子上 我就不计较了 刘云衍等人只觉得眼前直冒金星 几乎一口气喘不上来 就地晕厥在这 啥 你已经把人打得血肉模糊 半死不活 居然还有脸提出来 这事就这么算了 而且还是一副给予了多大恩典的口气 居然还是看在二师伯的面子上 当然了 若是你们几位师兄弟也想让我帮忙的话 我是不会拒绝的 我一向认为 这助人为乐是一种美德嘛 毕竟我们都是同门嘛 楚阳还惭愧的笑了笑 这说起来也有些不好意思 但我这个人就这样 一向助人为乐习惯了 吉人之所吉 男人之所难 尤其是为了同门师兄弟 大家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那正是肝脑徒弟也要帮忙啊 刘云岩等人看着地上的趋平 都狠狠地打了个寒颤 你这也叫帮忙 帮你个鸟 我们又不是傻子 其余几人的目光都注视在刘云岩脸上 明显都在看他的意思 但是刘云岩现在却是骑虎难下 自己虽然位列前十 论功力的话远远高出趋平 但看了楚阳刚才的战斗之后 他却知道自己绝对不是楚阳对手 这种诡异的作战方式 换成自己也得吃大亏 要是自己上前也落败了 那对于自己的师门 那才是一个沉重到无法承受的打击 而且这个脸自己也丢不起啊 楚阳好手段 今日之事就此作罢 刘云岩想了一下当机里段 山不转水转 天外楼第八代弟子排位战即将开始 届时我们聚云峰与紫竹园 一定会碰面的 到时候我们就在整个门派的众目睽睽之下 决以雌雄吧 走 七个人抬起屈平原路返回 临走时看着楚阳的眼神 却又增添了别的意味 惊惧忌惮 大家同门相斗 有谁会真正的下狠手 就算是打石天山 也都极有分寸 不会致命 也不会废掉 只是断了几根肋骨 腿骨 让他受点活醉 为自己人出口气罢了 可是楚阳一出手 却是手足同时洞穿 这种坚决狠辣 却是众人谁都使不出来的手的 楚阳看着七个人身影远去 脸色阴沉 眼中神色很是沉重 这一战 楚阳大获全胜 胜得无可争议 但是没有人知道 楚阳却从这一战之中 找到了自己的弱点 楚阳这一战 仗得完全是技巧经验 这一点毋庸置疑 楚阳的技巧和经验 要比刘云岩和曲平等 超出了几十年 他在对方出每一招的时候 都能抢先一步采取对策 占据着绝对的先计 楚阳也一直认为 虽然他们比自己功力要高 但凭着自己的经验和技巧 要战胜他们 没有任何难度 但是这一战 却让他知道 自己错了 技巧和经验 并不能代表一切 就比如曲平狂怒之下 当凶次来的一剑 楚阳知道 只要自己一根手指 贴上他的剑尖后方 三四指的地方 就能把他剑拨歪在一边 让他空门大路 然后上前一脚 就能猛踹单田 事实上他也这么做了 但是当他的手指 贴上去的时候 甚至半只手掌都贴了上去 猛的一拨 却没拨动 曲平虽然只有五十二级 但却比自己这五图三级 高出了不知多少 以自己的功力 哪怕是以巧力破解 正面相交 自己也绝不是对手 所以 楚阳迫于无奈才会出剑 因为以自己的功力 单凭拳脚 根本不能对曲平造成伤害 外人看来 楚阳脚踏惊魂云雪步 变化万端 动作潇洒飘逸 似乎是对付曲平 有有余力 完全不费吹灰之力 可是谁都不知道 楚阳心中的沉重 甚至曲平自己也不知道 楚阳在这短短的打斗之间 已经试探了自己多少次 变换了多少对策 能够让楚阳用剑 这已经是曲平的骄傲了 甚至出剑之后 楚阳都不敢留情 一旦留情 就会遭受对方疯狂的反噬 而那时 自己剑招已经出去 却是抵挡不住了 惊弘云雪步 练到熟练之时 一旦施展出来 别人是无法攻击自己的 但是自己攻击别人的时候 却一定会露出破绽 曲平抓不住这种机会 却不代表别人抓不住 闪躲是绝对的巧妙 但一位闪躲 却永远不能取胜 取胜的唯一办法 就只有进攻 但是一进攻 就不能保持那种 天衣无缝的状态 必然会有破绽 所有的事物都是相互的 在你攻击别人要害的同时 你自己的要害 也在别人的攻击之下 楚阳心中凛然 他的眼中闪出了热气 力量才是最最重要的 技巧只适合于同级 或者是相差不大的对手之间 才会发生作用 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技巧就是个笑话 而力量正是现在的楚阳 所最欠缺的 谭谭站在一边早就看呆了 此刻突然兴奋的大叫起来 楚阳 你可真是太帅了 想了想 还是加上了一句 除了比我还差一点点 帅 哼 楚阳哼了一声 谭谭 从明天开始 我每天早晨都会叫你起来 跟我一起练功 我希望有一天我也会跟你那样帅 谭谭的脸色顿时苦了下来 他苦兮兮的道 你 你比我帅还不行吗 第十八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灯